大家好,欢迎来到台语语求小课堂 那今天呢,我想来和大家聊聊步法 如何练就羽毛球场上的临波微步 要想掌握羽毛球场上的临波微步呢 这里有两个关键字 一个是快,主要是指启动快,然后变向移动快 第二个字是轻,主要是指落地轻跟回动轻 接下来呢,我就这两个字展开来说一说 那么首先就是快 那么有一定基础的球友呢,肯定有体会 就是当我们球场上启动快了之后呢 打起来就会非常省力 球场上也会比较顺 那怎样才可以启动快呢 那我觉得首先我们应该要讨论一下启动的时机 很多人说是在对方击球的那一瞬间你就要启动 那到底是球在接触对方球拍的那一瞬间 还是球刚刚离开对方球拍的那一瞬间呢 那我觉得应该是第二个 球刚刚离开对方球拍的那一瞬间 因为呢在对方刚刚接触到球 你就要去启动的话 就判断出来球的方向还是比较困难的 除非你是非常有天分 或者呢比对方高出一个甚至几个段位 又或者就是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 那么可能就是你在对方刚刚击球 甚至对方还没有击球之前就可以提前启动的 大部分情况下呢 我们还是要判断出来球的方向之后才可以启动 好那我们明确了启动的时机之后呢 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之前有说过这样的 就是左右转换你重心的准备姿势吗 这个呢其实是一个基本功 就是让大家可以去熟悉 如何去调整跟控制自己的重心 那么我们可能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 没有多余的时间给你去来回去做这个动作 但是你有了这个基础之后呢 在球场上你随时都可以去调动跟调整自己的重心跟步伐 那有的时候呢 我们很多球员看起来好像是站在场地上的 实际上呢我们一直都是在微调自己的重心 以便一只脚呢能够随时登地启动 然后再加上我们刚刚讨论的启动时机 在判断出对方的来球之后再去启动 那么把这两点相结合的话 可以让你在场上比较容易借力 而且不容易受骗 就算是受骗了二次启动 你也比较容易调整自己的重心 接下来就是变相移动速度要快 因为羽毛球场上基本上我们是六个点的移动 脚下的灵活性训练一定是需要的 此外还要注意就是我们在启动的第一步 一定要学会去利用胯 因为只有你胯打开了 转出来了之后呢 你后面的步伐才能跟得上 那我们在专项步伐中呢 其实有很多去练习转跨的一些动作 这些呢都需要大家不断地去练习才能够提高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轻 主要是落地轻跟回动轻 那么想要落地轻的话 首先你得有意识我们的落地需要缓冲 要学会去利用你的下肢肌肉呢 去做一个缓冲 而不是落地的时候呢 特别僵硬 第二点就是我们还要提高对自己身体的控制能力 尤其是平衡能力 那影响一个人的平衡能力的因素很多 但这里呢有两点我觉得是比较重要 而且是可以通过练习去提高自身平衡能力的 那就是要加强自身的稳定性跟柔韧性 举个简单的例子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体操运动员 在空中翻了那么多圈 最后还能稳稳地落地 那我们羽毛球呢虽然要求没有那么高 但是我们也会有在空中转体肌球的这个动作 如果你跳起来转弯已经晕了 然后落地站都站不稳 还从何谈起落地轻呢 要提高稳定性的话 其实我们主要或者是说 首先要提高的就是你的核心跟你的下肢的稳定性 那有些动作呢 大家可以去参考许昕 因为我们示范的那一期体能训练 另外呢就是一些专项的动作 我们一定要做正规 做正确 基本功要扎实 就比方说我之前视频也有提到过的 到我们后场挥拍肌球时啊 要以你身体的左侧为轴心 那如果我们在后场起跳肌球的时候 你的左侧身体过早的后撤或者是向左偏的话 那你整个人的身体重心就很容易失去 所以正确正规的专项技术动作呢 也可以帮助大家去提高身体的稳定性 那么柔韧性的话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我们往前的弓箭步了 如果你的柔韧性好的话 那最大的优势就在于你的弓箭步的幅度就越大 救球的范围就越过 同时呢也会更加容易的去控制身体的重心 这样你才能更好的去落地缓冲 而不让重心过于的倾向于你的前腿 以及更轻松的回动 举个直观一点的例子 就好比劈叉 如果你的柔韧性特别差 劈叉下不去的时候呢 你只能用你的双手去支撑 你上半身根本就抬不起来 只有当你能够完全坐下去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你的双手才更自由 身体才可以直起来 当然呢我们也没有说 每个人必须一定要能够劈叉 但是羽毛球对于柔韧性的要求 还是比较高的 包括这个上半身的柔韧性 如果你连最基本的这个抬肘动作 都显得很吃力的话 那么你头顶一些被动球的话 就会比较困难了 然后你再想要打完之后落地亲 那就是难上加难了 那么最后呢就是回动亲 因为回动其实是一个我们边回动边去观察对手的过程 如果你回动的时候啊非常的吃力 非常的沉重 既不利于你下一拍的准备 也不利于你去观察对手 就好像猫科动物捕猎食啊 都是静悄悄的去逼近猎物 所以我们回动的时候呢 也要尽量的去保证脚步轻盈 另外呢我们的回动速度跟节奏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出球速度 其实对方的出手节奏随时做出一些调整 那我们在回动的时候呢 不论你是走路回还是并不回 又或者是我们跑步回 其实都是在不断地左右交换你的重心的 所以我们理想中的状态呢 应该是当你回动的时候 快要到中心的时候 正好对方击球 所以你就可以把回动的最后一步跟启动的第一步连接起来 而不是来不及回中或者是回中太早需要重新启动 就这样呢才能让你在场上的步伐更加的轻盈连贯 也才能让你的步伐更加有节奏和效率 好了那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了 那武功密集已经告诉大家了 修行就看各位自己了 祝大家好运 我们下期见